Hello, Hi! Welcome back everyone, 我是Miki 很开心要跟你来介绍多一款 我非常...不要误会,ok? 我不常买包,只是进期内买的比较多 所以呢,我就有机会来给你一个开箱 然后跟你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买这些包 因为都跟你说了嘛,我不是一个常买包的人 买包需要钱啊,所以呢,嗯...对 and I'm gonna show you 为什么我会买这个包 我是那种,又也不太省吃俭用 可是呢,我还蛮斤斤计较的,所以怎么样说呢? 你们大概也知道,现在就是5月到6月份的时候 就是大家的年终大减价 而我在这个官网上面呢,看见他们有一场live sales 然后我并不知道,当天会有sales 我是无预警的在看脸书的时候呢,看见 诶,他们有在卖东西哦 那我就是真的没事干 所以我就进去看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他们的sales好好哦 因为呢,比如说,我就看到了,比如说 卖3900块新币的一款包包呢,它就直接折价变成2100块 所以我就留下来继续看了这一场sales 然后我就被烧到的 他们那一场sales每一款包包呢,只有一两个 然后我还想了那么久 结果呢,anyways我就是买了 然后呢,我是从ribbons买的 因为会读ribbons 以前我都读ribbons 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读错 不过他们的店员讲是ribbons 那我就读ribbons了 好,这个品牌呢 相信如果你有在我的IG帐号 你有follow我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我买了什么bag 然后这一款品牌呢 我也,就是 读了它的名字,读了好久 我试着去学习怎么样去读出来 怎么那么难 ok,给你们看一下咯 你们会读这个字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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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它就是balanciaga 那我会买这款包包呢 我有非常多的故事要说 为什么我从来这一辈子 没有想过我会买balanciaga的bag 然后其实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它 我只是不喜欢它之前出的包 的某一些小小的原因 我再让你们知道 我们先来开箱 这也是我第五次录这个影片了 然后我就没有慢慢的猜了 给你们看一下 之前我做了一个 我做了一个po 问你们在我的IG帐号上面 问你们,你们猜是balanciaga哪一种包包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 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的包的名字 直到这一次 所以呢,我买的是balanciaga neo city nano bag 好长的名字哦 oh my god,就是它了 为什么我会选它呢 nano的意思就是最小的 那它当然就是 我一如往常 我的性格就是买小包包 它是我第一个 黑色的包包 平时我是不会买黑色的 价钱呢 我在一下子跟你们说 我跟你说它的价钱真的是超好的 觉得就算买了直接买都会赚的一个价钱 我不是第一次开箱这个包包 因为一收到的时候我就真的收不了 我真的好想开它 我就开了 然后我还是忍着没有把它 就是整个完整的拆封 让我来跟你们讲一下 为什么会喜欢它好的 第一,我平时真的很少买黑色包包 因为黑色包包对我来说 虽然它很耐脏啊 耐操,可是我会觉得 它就是比较不符合我的个性 我希望一个比较 好像我非常的认真 然后很拘谨的一个人 我希望我的包包是一个contrast 我希望它是亮色 我希望它是一个经典款 然后我平常我买包包的时候呢 我很注重一个东西 就是resale value 然后很多人就会问我 resale value这么重要的话 那你买包包很无聊 你不喜欢你只管resale value 这样对吗 我要说 我也会买我喜欢的包包 如果这个包包我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 它resale value好低 就是比如说我买1000 我还可以卖在一个800的状况之下 我还是会买的 可是呢 我当然希望它是一个会涨价的包包 因为我这样我就会觉得 买起东西来就感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买东西这样 所以这个包包呢 Balanciaga我选的黑色 它才可以配得起这个金色 那你看一下 我的手链呢 是那种比较黄色的金色 然后Balanciaga这个金色呢 你如果就是在圣食生活中看 你近看的话 你会看见 诶 为什么好像有点旧旧张张的 那是它特别做的哦 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我蛮喜欢肚骨的东西 那之前没有买它其他的包包呢 是因为它其他包包不像这个一样 这个是他们第一次设计出一个这么structured的包包 就是很硬挺的 不会软软的 之前他们出的city bag 特别特别大 然后它的那个材质都是软软的皱皱的 那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包包 我可以穿皱皱的衣服出门 可是我不可以背皱皱的包包 因为我看了 觉得好搞味 好像很sloppy的感觉 我是不是得罪很多人的呢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开一下这边哦 把整个拆封好了 因为我真的是 我昨天才收到 然后我就实在是太想开它了 我妈怎么开 好哦 这个 它的肩带 好累哦 哦 好 它的肩带是这样 可调节式 有几个洞呢 好几个 可是好像也没差别 不然你喜欢像我一样 调的短短的话呢 是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是应该来保护 不会太重 让你的肩膀太痛的一个设计吧 OK我已经把它拆封了 是一个这样 我都调在最尾端 就是最短的状况呢 然后它是一个这么小的包包 里面这边呢 有两个拉链 就是左 右 非常的小 OK我不知道 把它的字拿出来 我并不知道它可不可以放得进我的手机 把我的手机放进去看看 哈啰 拿来手机了 我的手机是iPhone XS Max 所以我会把它放进去看一下 就是我也有点惊讶 它其实放得近 而且它还有空间 就是说放进去之后 我还有地方可以放 绝对可以放得下好多东西 其实它并不小耶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真的不小耶 我的妈呀 我以为它好小 放得下东西的包包 我已经很少见了 让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包包呢 在我的身上最短的设计 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可爱吧 我也非常可爱 它就是我喜欢的包包的一个感觉 你看这样拿着的时候也是非常可爱的 开心哦 那个秘密就是它的原价呢 在Balenciaga的官网上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币 可是我看到 2,190 然后Ribbons呢 本来的售价是 2,280吧 大概是这样 好吗 给你们猜一下 给你 2秒的时间吧 1,2 好我要公布了 我用了1,200块 买了它 有没有很惊讶呢 就是直接折价1,000块 就买到它了 我的天啊 This must be the best buy of the year 它的品牌来讲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而且它是新包哦 它是去年的8月 还是7月的时候才出的 而且它是为了纪念它20周年 才出的这一款包包 非常喜欢它的这个 shape 它的这个从宽到宅的 shape 然后黑色配金色的金属 非常喜欢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购录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有机会的话呢 如果再花钱的话 再跟你们说哦 Bye